前天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 在新疆和田沙漠温室首次试种的快速繁育水稻试种成功 一大早在新疆和田万亩沙漠设施农业产业园的温室大棚里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当地农技人员正在忙着收割水稻 这些种在三层栽培架上的水稻栽种面积仅占用温室大棚中的一亩地 从定值到收获只用了两个月 我们这次用的是当地的新岛应用的水稻品种 采用的是快速繁育的一个技术方法 其中御洋时间花了15天时间 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将那个水稻的洋苗定值到我们的这个五组栽培这个槽子里面去 到现在为止整个生产周期是60天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 南北方栽种的水稻生长周期平均在120到150天左右 那么种在新疆和田沙漠温室的快速繁育水稻 为什么能缩短将近一半的生长周期呢 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杨其常率领的科研团队 经过五年的研究 在四川成都植物工厂 通过快速繁育技术手段实现水稻生育期减半 而且实现全年不分季节连续繁育的技术突破 原来我们在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 我们完全可以控制它的温度 石度 光照二氧化氮和根基营养 就是完全可以控制它的环境 但是在植物工厂的环境下 它的能源成本和运行成本和建设成本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我们想利用这个沙漠的温室的条件 光照作业也很好 在和田 不少温室大棚都是建在推平的沙漠上 建设成本比内地用地便宜很多 而且 和田特殊的地理条件是 日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 有利于作物品质提高 科研团队在和田采用精准调配的营养液代替土壤 进行无土栽培 再通过人工光源和环境调控技术 对水稻开展光控和温控干预 经过两年多的试验 团队终于攻克了在沙漠温室条件下 水稻快繁生长的关键难题 在攻克水稻生育期减半之后 目前 杨其长科研团队又在和田的沙漠温室里 相继探索了大豆 玉米 小麦等主粮作物 以及油菜 棉花和墓序等作物的快速繁育关键技术 南疆和田地区具有充足的光热资源 这次沙漠温室作物快速繁育技术的突破 为未来在南疆利用沙漠温室开展作物周年加带 和快速育种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新疆和田沙漠温室里 水稻实现了快速繁育 快速生长 那么这项新技术突破的背后 还要哪些技术支撑了水稻缩短生育期呢 记者在新疆和田沙漠温室大棚中看到 这一排架子上是正在收获的成熟水稻 另一排架子上是已经开始抽碎的水稻 还有一批水稻正在循环预秧机上预苗 让光照能充分地照射到每个植株的植株上 让植株均匀地生长 一台机器可以供50亩地的水稻需求的羊苗 它可以进行周年化的预秧 现在的苗是4月10号的鱼的苗 已经有10天了 再等5天就可以进行定植了 和田温室快速繁育的水稻 采用垂直立体无土栽培技术 在人工光源智能LED补光照射下 为作物提供良好的光 温 水 气 肥等多种生产条件 通过我们这个LED灯光的一个设置 进行一个光配方的不断调控 可以快速缩短水稻本身的一个繁育周期 和田地区有广袤的沙漠 光热资源好 是设施农业利用非耕地开展研究的理想场所 未来如何降低植物工厂 沙漠温室的成本 将是今后科研人员和设施农业发展 它的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会大幅度的降低 未来这种温室在国际上也加有很强的竞争力